怎么看欧文三个承诺 我不会离开歧视 我绝对不会离开 我打算在名下与滤进序 我爱朗朗 我绝对不能离开我的旗号交易 我就原地退役 这属于是一名运动呐 稍微懂得变统的 正常的行为逻辑 就你不可能 就是当球队或者当媒体 问你的时候你三言几口 你几个意思 而且这个事很容易被放大的 这是说出于团队的稳定 自己不得不 就哪怕是伪心的发言 善意的谎言 你也得讲 你这种话谁没讲过呀 联赛当中所有 但凡换个队谁没讲过呀 都讲过啊 你说怎么吹毛求是呀 那按你那想法 那欧文当时 纪佑媒体采访 内心当中真实想法 就得是不吐不快呗 就自己不那么愿意 跟杜兰特打当 自己公开当着媒体面 就说杜兰特啥也不是呗 就说他是个投降之人呐 他是个屈膝投降 尤为起降之辈 他能这么讲吗 他心里这么认为 他不能这么讲啊 说这自己愿不愿意 这个媒体已经公开发问了 自己在这个媒体发布柜上 自己就讲 我不一定留啊 你这话一旦说出来 人家团队不就本贵了吗 所以你讲这些东西 你包括欧文呢 什么詹姆斯呀 以往那会儿农媒呀 但玩换国队 甚至最早期那会儿 奥拉祖旺啊 都没谈过嘛 我在这中老 麦克尔乔能讲没讲过 人家媒体采访 你愿不愿意 披着公牛队的球影退役 我愿意 结果后来 你付出之后 你也没为公牛效力 你愿不愿意 终身就是身披公牛战袍 麦克尔乔丹可能讲 我穿其他球蚁啊 会感觉不舒适 我认为我最适合的 还是公牛战袍 我想象不到 我穿其他球蚁的样子 后来你不想象得到了吗 都这么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就这么讲了 也很正常 人之常情 你很多人那种 这个吹毛求智 水自清则无语 你要那么讲 那都成啥 那不是想象的东西 那么成都成为 你怎么 你的背景里多强啊 亚当孝华是你爹啊 或者说整个联赛当中 其他有一半高管 都属于是你的 这种这个 呃 什么啊 当年都在你这个下属 你爹的部门当过 部门经理啊 你要是有这门子 你讲啥都行 对不对 那么都成这个狂秒里边 那个正一号了吗 那你不食人间烟火 你除非你背景强大 要不然你能做 能做到吗 什么话你都讲 公开都讲 那不可能做到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